第1204集 现在即使得到了郑元的令符 也增加不了多少力量 所以进入秘境的第一天 夜晨并没有主动抢夺令符的打算 见夜晨如此淡漠 那郑元也毫不在意 依然微笑着开口道 道有且慢 夜晨转过身 冷冷地看着郑元道 怎么 你想要我的令符 郑元文言摇头道 不敢 以道有的实力 郑某可没有信心与道有交手 不过道有先别急着离开 我想问问道有 是否对这秘境之中的东西感兴趣 哦 夜晨文言眉梢一条 什么意思 郑元笑道 不瞒道有 我在这秘境之中发现了一处洞府 只是以我一人之力 恐怕无法轻易突破这洞府的禁制 所以一直在附近寻找一些有实力的参赛者 想要暂时联手与探洞府的 夜晨沉吟片刻对郑元道 所以 你是找我联手探索着大能洞府 除了我还有几人 郑元道 除了你我之外 还有三名道友 加上我们一共五人 应该足以异床了 道友不必担心 我并没有别的什么企图 若是实在不放心 我可以与道心其事的 夜晨下意识地想要拒绝 然而就在这时 没心的恶魔之眼传来一丝刺疼之感 去 一丝冰冷的而至久悠的声音 在夜晨脑海中响起 恶魔之眼居然要他去 夜晨凝视了郑元一会儿后道 起事就不必了 既然如此 我同意与你们一探洞府 郑元虽强 但夜晨还不认为他能威胁到自己 郑元闻言大喜道 如此甚好 夜道友请随我来 说吧 化身一道隐晦灵光 向着某个方向飞去 夜晨浑身金光一起 也化作一道金色雷霆 跟随郑元而去 不久之后 郑元便在一处空地前落下 夜晨目光一扫 那空空如也的空地 感应到了一丝隐晦的灵气波动 显然 这里布下了某种隐蔽的阵子 竟在两人落下身形的同时 那空地之中灵光一闪 显出三道身影 两男一女 郑元面带笑意地 对着那两男一女道 宋道友 于道友 谢道友 这位是夜晨 夜道友 加上夜道友 我们便凑齐了五人 可以一探那大能洞府了 同时他转过身 指着三人对夜晨一一介绍 夜晨目光扫过这几人 暗暗点头 这几人都是造化镜后期修为 虽然比郑元要弱一些 但也都不是普通的舞者可比的 可就在这时 一名寸头男子 看着夜晨不屑道 郑兄 你说去找有实力的强者加入我们 就找来这么个货色 半步何道境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想把他诱骗至此 将他的子余令符送给我 夜晨双目微眯 看向那名叫宋爵的男子 隐隐又寒芒闪烁 郑元文言面色微沉 对宋爵道 宋道友 怎么 你是在质疑我的决定吗 以我等的眼界 怎么还会单纯以境界 去判断他人的实力 夜道友的实力 由我担保 请你因为刚才的无礼 对他道歉 郑元此言一出 宋爵 于元和 谢平平都是微微一愣 他们没想到 郑元会如此看重夜晨 为了维护夜晨 竟然让宋爵给夜晨道歉 而宋爵更是额上青筋直跳 这郑元不过比自己 稍强一点而已 就要让自己给这么个半步 合道径的废物道歉 他如何能够忍受 当即 双方冷冷对视 气氛意识有些凝重 夜晨看着宋爵 淡淡道 你刚才说 想要我的紫玉令符 众人都没想到 夜晨会在这时候开口 不由地转向夜晨 宋爵看着夜晨 依然一副淡然自若的模样 不禁心中冷笑 等着夜晨狠狠道 不错 你最好把令符留下 自行离开秘境 我可不想带着一个累赘 进入那危机重重的 大能洞府之中 郑元面色彻底沉了下来 立刻道 宋爵 这洞府是我发现的 没有我的带领 你们谁都不能进去 自然和谁联手 也是由我决定 你有什么资格 顶夺夜道友的去留 马上给夜道友道歉 不然请你离开这支队伍 遭到郑元如此激烈的驳斥 宋爵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双眼泛红 燃烧着暴烈的杀意 凝视着郑元嘶吼道 郑元 你别以为有点实力 就给老子得意忘形 我是你想叫来就叫来 想赶走便赶走的吗 你若是再维护这小子 连你也要死 郑元目光一寒 还想说些什么 可这时夜晨走到宋爵身前 将紫玉令符拿出来道 好 我给你个机会 拿去吧 这下 别说是宋爵三人 就是郑元都是微微一愣 夜晨的实力 他是清楚的 应该不在自己之下才是 怎么会如此轻易地 将自己的紫玉令符 交给宋爵呢 难道真的是自己 看走眼了吗 夜晨其实实力不过如此 所以在宋爵的一再威逼之下 认怂了 那宋爵健壮 则是哈哈大笑起来 满眼讥讽之色的 看着郑元道 这就是你找来的强者 真的是好强啊 好骄傲啊 竟然主动将令符让给我 这是多么强大的强者 才能有的气魄呀 郑元眉头一皱 不过夜晨主动这么做 他也不好说什么 宋爵看郑元不说话 面色更是得意 一伸手握住了夜晨 手中的紫玉令符 就要收入囊中 可是下一刻 他的面色却微微一变 一时僵在了原地 一动不动 而夜晨还是那副 淡然自若的模样 于元和谢平平见状 也露出奇怪之色 于元更是直接问道 宋兄 你怎么了 怎么不动啊 那宋爵没有回答于元 而是极为不可思议地看着夜晨 郑元突然目光一闪 他发现 宋爵浑身灵力激荡 肌肉鼓起 青筋直跳 面色都微微涨红了 这宋爵根本不是不动了 而是动不了了 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想从夜晨手中拿过这枚紫玉令符 可是这紫玉令符却仿佛镶在夜晨手中一般 闻死不动 宋爵此时已经彻底混乱了 这怎么可能 他在炼体之术上颇有造诣 力量和体魄还要强于大多数造化巅峰舞者 可是此时竟然不敌一个半步合道镜的夜晨 渐渐地 于原和谢萍萍也看出了端倪 不由震撼地看着从容淡定的夜晨 此人与鲸链链体的宋爵角力 却面色不改 仿佛毫不费力一般 他的力量竟然强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夜晨对着宋爵淡淡道 怎么了 你不是想要吗 怎么不拿走 这紫玉令符摆在你面前 你都拿不动吗 宋爵听到夜晨的嘲讽 终于再也忍不下去了 怒吼道 你给老子放手啊 话音一落 竟是直接另一只手一番 握住一柄通体蓝紫色 带着倒倒电芒的灵符 同时背后现出一道模糊人影 法则之力汹涌而出 竟毫不留手 用尽全力向着夜晨面门斩聚 夜晨眸中寒忙一闪 身形一挺 磨气和羹筋之气席卷全身 手中力道一下子加大数倍 瞬息间握着紫玉令符猛的一甩 距离涌出 竟在那灵符斩到自己之前 便将宋爵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轰隆一声巨响 大地疯狂震动 无数极深的裂痕在夜晨的脚下蔓延 吐石崩溃 站得近的于原和谢萍萍立即身形一动 闪向一旁 而夜晨原本站立之处 则坍塌成了一个大坑 看着眼前的一幕 不只是于原和谢萍萍 就连正原都是面露震惊之色 夜晨的力量竟然强到如此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还是人吗 受到那巨力的影响 宋爵那一幅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自己更是一下子被夜晨砸得骨骼碎裂 肌肉爆散 他握着紫玉令符的手 无力地垂下 夜晨冷冷地收回自己的紫玉令符 俯视着仿佛一滩烂肉一般的宋爵 这宋爵倒也不弱 在自己近乎全力的一甩之下 竟然没有直接被砸成虚无 此时他受伤虽重 但是并没有死 若是给他时间 想必还能恢复如初 能参加这生龙大笔的天才 果然和一般同境界舞者相比 要强上许多 这宋爵背后的势力也不一般 虽然那个势力也为他准备了不少保命之物 但是却没有赵雷当初使用过的那种等级的物品 而即便如此 他受的伤看似严重 夜晨却知道 其实比赵雷当时的情况还要好一些 郑元看了一下宋爵的惨状 摇了摇头 还是对夜晨说道 夜兄 这宋爵虽然不知好歹 但毕竟是受我邀请而来 可否请夜兄饶他一命 夜晨扫了郑元一眼 见他面色诚恳 微微点头 守一招 将宋爵的储物带和紫玉令符收起 当场将紫玉令符的能量吸收 失去了与紫玉令符之间的联系 宋爵的身躯瞬间被传送出了秘境 郑元对夜晨拱拱手道 多谢夜兄 而此时 于元和谢萍萍也小心翼翼的朝着夜晨走来 夜晨刚来之时 其实他们心中也对夜晨起了些许轻视之心 不过注意对郑元的尊重 没有像宋爵那样直接说出口而已 但是现在 他们哪里还敢有一丝丝看不起夜晨的意思